通風機長來繼續公視之後 問題有完事這麼多 對於這些事情 通風機長的當事頂 葉框實施人員是媒體派到 派到機長的記者太多的空間 比較讓人來訪問 航下的流水 行李轉半會派去 電池還會卡住 賣賣賣 修理這個 修理那個 還有行李車會去撞飛機 作成班機嚴重五點 通風機長公司生理一年 問題還是一直出現 讓條件的立委都進不完 我覺得你們桃園機場 真的是亂成一團 我認為桃園機場的改建 到現在可以說是出包連連 可是現在一年多了 連一個機場 連一年多 連漏水都沒有辦法弄好 連很多問題都沒有辦法搞好 連那個人員跑進去 也沒有弄好 連那個貨車 連那個托映車也可以撞到飛機 現在你歡迎 先通風機長的預算 李維培平 機長公司生理 多車一輩的臨員 預算也多開車過五點 甚至還是不改善 問題到底是出爹對 我們拿香港機場作例子 如果這個香港機場 有三十個記者在裡面 然後有一百個人 天天在裡面毫無限制的看 你也是每天 香港機場也可以看到一些問題 問題是你要不要報導而已 我們桃園機場沒有辦法趕快改善 我們有很多努力要改善 因為國際的都比你爛 因為國際都沒有記者去報導 那我們都是記者的錯 趁機長公司把問題都撒給媒體的講返 讓李維非常不安 交通委員會最好也作成怪異 未來的機長公司必須要定義 對外報的經營的進度 讓全民作回來感動 國家的問民 在這裡連電力圖好在台北報的